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周 今天小周给大家分享一下 花了700块住的一个公寓 这个就是公寓的外景 这里有个亭子 还有这里有两张桌子 还有几个凳子 公寓里面还在了很多柳树 这里就是整个小区的中心 没有啥 这里可以踏羽毛球 然后这里也可以踏乒乓球 租这个房子帮我最满意的 还是有一个工厂空间 我带大家去工厂空间看一下吧 看一下里面都有些船 现在我去工厂空间 工厂空间到了 这里有一个操作室 就是厨房 大家看一下 有两个银子啊 有安理机啊 杯子啊 然后这边有一个运动室 运动室里面有瑜伽垫 里面有我起坐的 还有一个很大的跑步机 然后客厅 放了有两桩苏格椅 还有椅子 还有一个饮料的制作台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残酷 还有一桩苏格 还有几个镇子 然后对面的话 有很大的出影铺 在往那边走 这里摆了很多图片 可以给业主们阅读的 这个工程空间 这边就是一个三房两厅改造的 这里有一个活动预告板 小区有什么活动 都会提前写的上面 你看10月31号晚上 就有一个万圣的故事会活动 然后这边就是搞活动的时候 拍的一些照片 我们再去共享空间的外面看一下 这就是搞什么烧卡派对呀 火锅派对呀 在这里搞 在外面也很宽 这就是小区搞活动的地方 很漂亮 大家觉得700块住了这个公寓值不值 欢迎评论留言 反正小时候是挺满意的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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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